沙特王子小萨拉曼硬扛美国 示好中国俄罗斯 大家好,我是紫藏英脉 我认为沙特王子小萨拉曼 正在成为中东强力崛起的一位 80后的领导 沙特的最高领导者 最高元首是国王 小萨拉曼是国王的儿子 他跟现在的国王萨拉曼 父子两人的志向心愿都非常相通 小萨拉曼一直就认为 沙特不能光依靠石油 还要发展其他的力量 小萨拉曼非常的自律 不抽烟,不喝酒 没有任何的生活上的恶习 所以说呢 他获得了父亲的非常的信任 整个的这个主要的沙特的好多的决策权呢 都在这个小萨拉曼掌握着 比如呢 这个整个的清洗这个王宫 这个腐败 腐败的这些兄弟啊 兄长啊 整个的王宫清洗王宫 另外呢 囚禁自己的亲生母亲 那肯定是犯了什么事情 另外呢 这个硬扛美国 那不参加G7的会议 拜登来访这个沙特呢 小萨拉曼呢 竟然穿着拖鞋去会见这个拜登 表达了对拜登的这个情势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这个布林肯啊 要来沙特呢 给他要签一些这个贸易合同啊 什么的 那一分钱也没签到 反而呢 与中国签了100亿美元的大单 美国的面子现在在沙特 是一点都没有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特别是现在联系到红海危机啊 八一冲突啊 沙特现在能够放行 这个野门呼赛武装的5万人 通过沙特去帮助这个 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啊 去打击以色列啊 这一点呢 都跟这个小萨拉曼呢 有很大的关系啊 他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么多年呢 他就认为这个 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了 如果说再追随美国啊 追随下去啊 今后啊 这个成为这个他们的 当那个代理人战争啊 与这个野门呼赛打来打去啊 最后沙特啊 整个的会陷入在一种 非常被动的 整个的就是成为美国的一种 这个复用 小萨拉曼呢 看的是非常的清楚啊 他这个爱学习爱读书 非常的有志向 沙特呢 如果按照小萨拉曼 这样的领导能力啊 将来这个整个的中东啊 可能就是说 要在这个 就是小萨拉曼 为核心的建立起一个 阿拉伯国家的这个 这个集群啊 很有可能去把 以色列给这个 制衡掉啊 那现在很多的这个 整个的中东局势啊 正在发生着巨变 沙特这个小萨拉曼呢 不给美国再签这个 石油美元 挂钩了 而且呢 他还降低 石油的油价 打击美国的 页岩油这个 收入嘛 他整个的这个 从原来 成为美国的附庸嘛 由美国来这个 搞什么石油挂钩啊 来限制这个 整个沙特的这个 石油的产量输出啊 已经是 这个沙特 就全面的觉醒啊 我认为也是 中东人民的一个大觉醒啊 你现在以色列 被围攻嘛 这个你他还在硬扛 那个内塔尼亚胡 他想这个 等到特朗普上台 能够维持他的 这个政治生命啊 他在硬扛 但是呢 也发生一些变化 正在跟哈马斯啊 来这个 进行谈判 但是在边打边谈 这个呢 我认为对于沙特 小萨拉曼 整个的这个 政治上的这种 就是硬扛美国啊 跟中国和俄罗斯 是好啊 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伊拉克的民兵啊 黎巴嫩的珍珠党啊 这个哈马斯嘛 还有也门胡塞 实际上 沙特呢 也在这个 支持也门胡塞啊 去打击这个 以色列对这个 巴勒斯兰人民的 这种屠杀啊 这个呢 小萨拉曼的这种志向啊 会使他成为啊 一个非常强力的 这个 有力的一个 80后的领导者 那当然了 他可能呢 要 能够就说呢 我认为啊 接受伊朗的 这个教训呢 有些领导人被暗害啊 被杀害啊 他会接受这种教训 他硬扛的美国啊 就像这个朝鲜这个最高领导人士 硬扛美国 美国也实际上啊 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他不可能得罪整个的阿拉伯这个国家 你沙特是这个 应该说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最大的国家了 从领导人口啊 包括军事武器装备啊 所以说呢 这个沙特王子小萨拉曼的 这个80后的崛起啊 成为这个中东 制衡美国以色列这种大小霸权的一个 有力的一个 这个标志和一个主要的力量 这个支撑 支撑了整个的阿拉伯这个国家呢 不像以前 就像那个一盘散沙 那前五次中东战争那样呢 整个呢形成不了一个团结 因为现在开始围攻以色列 这个呢 就给这个沙特 就是鲜明的站在这个 打击以色列的这个 这个鲜明的这个立场 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整个的影响到这个阿拉伯 这个整个的这个 国家形成就是一个整体 一起团结起来呢 去对抗制衡这个 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霸权 我相信呢 这个小萨拉曼的这个 会对这个整个的沙特呀 形成一个就是自己 独特的这种领导风格 向着制衡这个打小 中东打小霸权的这个 方向和趋势发展下去 改变整个的中东局势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